工厂大门紧闭 苹果在印度青奶的河硕组装厂 周日经传火警 传出内部员工 周一就被通知证实不用倒班 河硕巴士停在场外 看起来没动静 据河硕声明 火灾是小型配电盘事故 没有人员受伤 情况已或控制 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说法 河硕自周一停工 这坏情况可能停工一周 现在正值iPhone15出货高峰 核硕厂占苹果在印度制造的iPhone 约10% 市场优心生产线停工 出货减少可能冲击业绩 手上拿着印自己名字的 一号纪念球一 苹果执行长库克 快闪西班牙 他造访黄马体育城 品尝米其林三星主厨的百年料理 看足球比赛 48小时行程满档 也和各界人士交流 不过继Type-C接口后 欧盟再向苹果喊话 要求开放封闭式的iOS系统 根据欧盟通过的数位市场法案 必须避免科技巨头垄断市场 苹果从iPhone15开始 宣应欧盟要求改用新接口 要开放iOS也并非不可能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播放 我们下期见